好 那么这次台风轩兰诺减弱为中台 不过一路朝北移动 可能会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间的海峡 那么日韩最新的台风动态 要把时间交给国际组的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带您关心 今年第11号台风轩兰诺 虽然它是已经减弱为中台了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就是一路往日本的宫古岛还有石原岛 也对这两个岛屿带来很大的影响 像是包括相当于14、15级的强风 日本政府这边也是发布 说像大浪海水道罐 还有紧急豪大雨的警报 同时在今天下午都可能对石原岛 带来非常剧烈的影响 像是今天日本的石原岛机场 就是宣布全面关闭 但接下来要关心的是台风一路往上 接下来对于整个南韩来说 也是步步进逼 尤其是对南韩的冀州岛来讲 因为冀州岛是首当其冲 南韩气象厅也预估说 这一次的轩兰诺台风 很可能会带来 包括是每秒20米的风速 同时雨量也会达到350毫米 南韩气象厅是预估说 轩兰诺很可能会在6号的时候 从沁上南道的南海岸登陆南韩 这个恐怕会是南韩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台风 因为这次轩兰诺的路径 其实跟2003年重创韩国的台风 梅米路径是相当类似 这个梅米台风当初对南韩来说 是造成了超过100人死亡 13人失踪 甚至有超过147万户停电 同时对于整个南韩经济来讲 因为当时稻米也重创 还有经济损失是高达48亿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轩兰诺来袭 其实整个南韩政府是相当紧急 而且并且是严密的监控 整个台风的动向 那么另外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 通过了最新一批对台的军售案 那么这个也是拜登政府 第六任内第六度的对台军售案 那么最新情形要持续交给欣宜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心 是就在这个裴洛西访台满月之际 美国是又再次宣布 新一轮对台的军售 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第六次的对台军售案 那是这个美国国防的安全局呢 DSCA在2号宣布了 三项的这个军售计划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三项军售计划包括什么 首先就是包含 3.55亿美元的60枚鱼叉飞弹 那另外是8,560万美元的 这个100枚响尾蛇飞弹 还有一纸是价值 6.5亿美元的 这个侦查雷达的后续合约 所以这三项军售案 合计加起来呢 是大概10.96亿美元 将近11亿美元 也就是说相当于 这个335亿台币左右的 这个对台军售合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鱼叉飞弹 跟响尾蛇飞弹 都是目前台湾国军 配备的装备之一 那包括像这个鱼叉飞弹呢 就是展现这个海上 还有防空能力 那同时这个响尾蛇飞弹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锁定空中目标的能力 同时能够因应一些威胁 有更实质的帮助 那至于这个侦查雷达呢 就是提升区域预警的能力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武器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军售案呢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位 就是不具名的官员表示 是说其实这也是符合 美国的利益 那同时从2020年 2010年来 美国的行政部门呢 其实就已经通过了 超过350亿美元的 这个对台军售案 那关于这一次呢 再宣布 而且是一次宣布通过三项的这个军售呢 其实DSCA他们也表示说 这一次拟议的这个军售法案呢 是希望可以让台湾的军队呢 保持现代化 同时呢 也能够更因应 包括是现在 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威胁 所以呢 表示说是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那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倾心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